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以下科技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圣诞节就希望平平安安的 因为我其实不太过圣诞节 没有 我也不信 我信过 给我一代薄片 然后你只会过来就好了 就吃了嘛 王源是比较外向 就是可以跟大家制造热的一种氛围 对 然后牵斜就是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做事情冷静 小凯就是比较劳干部一点 然后做事情比较考虑全面 牵斜也是成熟稳重 然后跳舞很好 王源就是有那种 就是能让很多人开心的那种氛围 然后小凯就是老大哥的样子 私下的状态其实比这个还要疯一点 对 这个都会收人一点 还是比较是录一个节目嘛 就是觉得 就把好玩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实际上就觉得 因为那个时间我们在拍戏嘛 也没有什么其他曝光 就觉得录一个节目 然后让大家开心一下 是吗 就是这样 我们对我们的助理都特别好 对助理都是一级好 比我们对我们自己还好的那种 然后我们助理工资超高 超红的 就是我们助理人也很好 然后我们对他也很好 就是我们助理人也很好 这个就肯一份嘛 比如就上次的狼人沙 其实就是高铁上就想玩一下 然后就拍成了一个花絮 然后就放回去了 然后就放回去了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你会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我是着重会 我会考虑准备考试这块 所以可能就是准备一考 或者准备高考会比较多一点 我的话是现在有王牌对王牌的队长担任 然后可能接下来会 有时间会学习到学校学习 然后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 就作曲啊这方面的 我们下周会出新歌 然后新歌完之后 我那边还有就是一个综艺 新歌就是那种大猫想家那种区分 就是那种老惯的曲 但是也有那种小浪漫的一首歌在里面 跨年的时候不跟大家见面 就是没有时间去影院看 但是我在手机上看到 看过 其实说实话有点出戏 但其实演的是蛮好 因为就太熟了 然后就感觉他演那个小黄帝和平时 就形象完全不一样 但是还是挺认真的 就还挺棒的 就是太熟 所以就是看的时候会用一点出戏 今天之后可能会去录第二期 然后第二期是第二次录影 OK就这样 然后就很棒 很大压力很大 因为王牌对王牌 其实录制时间会很久 然后需要准备的东西也很多 享受但是乐在其中苦中作乐吧 就是学那么一点点就是 关于小孩子的 就怎么教他们吃饭 而且我那个节目 压力应该不是很大 就纯生活 24小时就带着孩子 我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之前就是那种耍酷萌的那种 但是之后想做一个那种 以实力说话的一个 那种偏成熟的一点取放这样 其实转型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下子的 如果一下子转型 可能大家也接受不了 就是转型的这个过程 也是需要不断沉淀 不断学习的 然后慢慢的 然后让大家就更接受我们 然后用更成熟更优秀的作品来说话 我觉得就是现在唱歌跳舞学习路线弄好 就先走好现在了吧 就走一步算一步 记得因为我就是睡觉的时候被拍照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拍 其实我是比较认床 所以我说我睡觉的时候被拍的就蛮少 发出来就发出来呗 我手机们他们两个被拍 睡觉时候被拍的就超级多 而且我是专门找各种刁钻角度 从鼻孔往上拍了对吧 我手机里面就除了睡觉了 还有很多就是干一些 就是特别闹筒的时候 就一些瞬间的抓牌 就很丑的 可以去纽约宣传自己的电影 对 那次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遗憾的是 我觉得就是可能 这一年可能在外面的工作太多了 以至于自己在学校方面会落下一些东西 然后跟同学相处 就是也会缺少一些联系这样 就可能高中生活就不会特别圆满 小缺姓的话 从年初到年底 可能每个时间都会有一些吧 就什么发新歌了 然后或者是吃到好吃的东西 就是很多很多就不一回忆了 然后遗憾的事情可能也是 没有过多的和家人相处 然后没有休息时间 所以说17年可能会更多的一些学习 然后和家人相处的事情 小缺姓就像就我们家上的春晚这种 然后遗憾的也就是因为通告了他忙 所以回家时间比较少 我向大家提问 请问王俊凯的腿有多长 我是王源 我向大家提问 我最喜欢吃的两种馅的饺子是哪两种 我向大家提问 我什么时候能长到一米八 我用点消失 一箱 我无法自行